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下眼皮轻轻的碰触 睫毛轻轻的相处 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 那么轻松 舒服 没有用力压眼珠或者眼皮 请送得比起来 然后我们就暂时 把我们双眼的存在都忘掉了 现在我们暂时没有用这个肉眼来看任何画面 然后我们来静坐之前 先来复习 法圣师傅 融合曾经教导过的 禅小三句 也就是 抛开一切 放下所有 禅定 镜定 鸟轻 鸟轻 鸟轻轻 如果我们要跑开一切,我们要先从我们的身体开始调整,因为如果我们的身体能够放轻松, 我们的心里就比较容易静定下来,因为不会来执着身体的酸痛了, 所以我们就从我们的身体开始调整,现在我们可以采取轻松舒服的桌子来打坐, 散盘,散盘,坐椅子都可以,虽然不是最舒服的桌子也没有关系, 但是最起码的我们感觉,这样做,自己没有感到勉强的, 自己也没有再忍耐的,轻松舒服的基础就是不苦不乐, 虽然还没有感到快乐,但是自己也不会感到痛苦,这样就可以了,舒舒服服的坐, 我们轻松舒服的坐,我们轻松舒服的坐,每一天可能不一样, 昨天我们可以单盘,比较轻松舒服,但是今天我们脚部的筋可能比较僵硬, 我们改成做椅子也可以,总而言之,我们坐下续了,感到轻松, 我们选拦前来,感到轻松,您忍耐,能够中心, خ诞,感到轻松,您吃饭跟轻松,您吃饭,尽管表达, 然后我们来观察一遍, 选择尽门, 选择尽散, 得及肉, 从头顶到脚底 哪里紧绷 哪里不舒服 我们现在就调整调整 把它放轻松 失败的感觉 是我们静坐的核心 所以我们愿意花一点点的时间 来调整身体 没有关系 我们从头部 开始观察 如果我们的头部 有出现重重紧紧的感觉 那就表示我们开始用肉眼 来看内在的画面 或者我们过度认真静坐 可能会皱着眉头 或者压进我们的眼珠 现在我们把它放轻松 失败失败的坐就可以 如果哪一位感觉轻松 失败了 我们就继续调洗它的部位 但是如果哪一位头部 还没有感觉到失败 我们也可以先张开眼睛 然后如果什么时候感觉舒服了 我们才再一次 闭上眼睛也没有关系 失败的坐 我们现在只是来坐着休息 失败 失败 手部 胸部 腹部 背部 腰部 脚部 食指 脚趾头 都完全 放轻松 全身 都放轻松 全身 都感到失败 失败的 整个身体 都感到放轻松 如果我们调整身体 调得 切到好处的话 我们自己 可以感觉 好像我们的身体 会慢慢 的消失 慢慢 的 融化 跟周遭的环境 融合 成为一体 失败 失败 失败的 等到轻飘飘的 舒舒服 毫无用力 毫无用力 然后我们可以 试着想一想 现在自己 现在自己感觉 好像我们正在 坐在一个 泡泡里面 坐在泡泡里面 坐在泡泡里面 泡泡的性质 是很轻 很柔 当我们吹泡泡的时候 泡泡就会 飘得越来越高 我们自己的身体 也是一样 我们感觉 身体从地上 越来越高 越来越失败 很轻松 自在 在空中这里 是属于 我们自己的空间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完全 放轻松 现在无论是什么 负担 一切的挂碍 全部 我们都可以放下来 感觉好像我们可以暂时 忘掉 所有的责任 一切的任务 我们过去 或者未来 全部都放下来 只有失败 只有失败 失败的错 感觉好像自己 现在都没有什么责任了 我们可以放下来 所有的责任 在这里 我们感觉好像可以跟外在的世界完全隔开 就一个人 就一个人正在坐着 休息而已 然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 按放在 舒服点那里 舒服点可能是在 我们身体外面的某一个地方 或者在我们身体里面的某一个点 甚至于有的人感觉把心回归到身体的中央点 那个是舒服点 那个是舒服点 都可以啊 Supide-Supide的感觉 会慢慢慢慢出现 慢慢出现 感觉很自在 现在如果哪一位想意念所缘也可以 我们就轻松 舒服的意念 自己感觉很简单 很容易意念的所缘 比方说我们可以试试看 意念到一颗圆圆的月亮 情不清楚都没有关系 多大尺寸都可以没有问题 只有失败失败的做 失败失败的意念 感觉好像我们正在 看电视看电影 感觉很自在 如果忘记意念这颗圆圆的月亮 也没有关系 等到我们再一次想起来 我们就再一次意念也可以 失败失败失败的意念就可以 我们毫无用力 失败失败的做 那么接着就请大家 各自练习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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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整个家庭——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整个家庭在扩大到全世界整个宇宙 立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 愿一些众生彼此相爱如同胞一样 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灾难、疫情都早日消失 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 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法身的阶停 有清净的身、口、意、众生行善 一点恶业都不要去照 也愿我们只教善友 没有教任何损友 远离一切恶人 愿我们色神才、钱才、能力才圆满 方便修功德波罗蜜 也愿我们身体健康、长寿、智慧增长 早日征得、内在的法身 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 共亚感给美一切证定 正在证定、正在证定、佛陀 美一切证定、佛陀 美一切证定、佛陀 美一切证定、阿禄处亚 共亚感给我们美一切证定 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 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 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 愿他们能够转世到更好的境界 有机会回到人世间 不放逸的过生活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在台湾这里有三个分院 有三个中心 总共有十二位龙匹 龙匹就想说该怎么办才能够让大家 โตฝษษ 龙匹每一天晚上来开市就只有龙匹一位法喜 其他的十一位就随喜功德而已 但是法喜的程度可能跟龙匹不一样 所以龙匹就跟他们讲说 龙匹也想分享幸福 所以就想说请他们选布十二位来轮流分享佛法 但是龙匹还在 就是一个礼拜一天 就是每个礼拜三 大家会看到不同等龙匹 十二位轮流来分享佛法 有某位等龙匹来跟龙匹说 龙匹 从我来台湾到现在 有某一位来 来了五年六年 从来都没有用中文讲过佛法 所以这是很难得的机会 可以让大家跟十二位龙匹结这个三缘好吗 明天开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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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我们今天就继续听个恩研究啊 昨天讲到这位优婆仪 就是巴士纳优婆仪 他三十八岁就往生了 短命啊 我们去听他的一位朋友啊 来跟他 来跟我们分享他在世的时候的一些故事啊 他是说 这位优婆仪 这位巴贱女呢 他很爱修行 很爱静坐的 有一年 他报名三个月 禅修 静坐活动 就是在山上 在清迈那里啊 静坐 他打坐三个月的时间 他自己感觉很快乐 他很法喜 所以呢 他就跟他的主管啊 讲说 我可以再参加一届嘛 就是可以多坐三个月嘛 那他的主管也同意允许他了 那你就去坐吧 他就继续坐 就是在清迈那里静坐啊 不过 在第二届的时候啊 不过在第二届的时候啊 活动还没有结束 那个时候 在法神寺那里就 哦 受到通知 说 他 住院了 在寺院的人就很惊讶 为什么他不是身体很好吗 他怎么突然就住院了 寺院的人就去看他 那个时候他是住在接护病房里面 ICU 然后那个时候当他病情比较好一些 他才会讲说 他正在静坐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感觉呼吸不顺畅 而且有痛的感觉出现 他就去 就请那边的人送他到医院去 后来才发现 不是一般的病情 是肺癌 是肺癌 照顾他的人 是一位新进来的优婆姨 他心地很善良 就来帮忙照顾他 看到他的时候 就好像不是病人一样 也就是说 他脸色很好 而且都没有露出那种很可怜的表情 就是说 谁来 来看他 来探病 他都唯笑鼓励他们 有某个人来见他的时候 就把三款拿给他发愿 拿给他修功德 然后拿给他的时候就问他说 你现在已经做怎么样啊 内在的光球还在吗 他就微笑 然后就说 还在还在 你看身体还是很痛苦的 不过 他还是一直在 静坐 心一直在静定在身体的中央点 来探病 照顾他的那位 优婆姨 他就说 他看到 这位 有些时候 因为 因为他有痰嘛 所以要戳痰 戳痰的时候很痛 虽然他没有看到表情 没有看到痛苦的表情 但是照顾他的那个优婆仪 就不敢看 就感觉很痛苦的样子 但是他就没有露出可怜的感觉 给人家看都没有 就一直这样坚持下去直到往生 那么我们就继续看了 那接下来会怎么样 昨天讲到他患了肺癌 还有心脏肥大 他那个时候希望身体能够恢复正常 所以他就回忆他之前所修过的功德 但是大家看了 虽然他认真的修功德 认真的修行 但是如果业障来报应的时候 就像这艘船一样 虽然里面有很多人 但是如果船 有撞到什么东西 船沉下去 那些人也要出来的 没办法继续留在船里面 他也是一样 当肉体 这个肉身 没办法再继续 留在这个人世间了 他的四人身 就要出来 从身体出来的 那个时候 他看到自己的身体的时候 他就知道了 自己已经死了 大家应该可以比较一下 以前的个案研究 我们看过 很多人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死了 对吗 但是他功德很大 所以他就马上知道了 我已经死了 不过他感到很可惜 他希望能够修功德 波罗密修得更多 不过时间真的很短 38岁而已就往生了 然后呢 但是他不忘记 所学过的正确方法 也就是说 他不紧张 也不会担心 没有什么挂碍 他那个时候就 在医院那里 就直接打坐 然后一念 复习功德 无论是持八戒的功德 还有当忧伯仪 帮忙寺院 还有照顾义工的功德 最重要的就是 静坐直到正路 内在光球的功德 那个时候 功德集聚在 他身体的中央点 然后身体变成天女了 很壮严的天女 如果是你们的话 你们会发喜吗 他很开心 但却不如意 怎么说呢 他看到很多天 随从天女来迎接他 不过当他观察 自己的身体的时候 才发现 诶 这个是天女的身体 他的愿望 不是想当天女 他想当天男 因为他在世的时候 一直持八戒 然后就一直发愿说 我希望能够当男生 他想出家 所以开心 没办法百分之百的开心 就有一点 就有一点可惜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会这样 我们就要后天再继续听了 明天不要忘记 来鼓励 龙屁这边的 另外一位龙屁 第一次分享佛法 尽管能够祝福大家 祝大家身心愉快 生命光明 早日正德内在的法身 祝福大家 晚安 我们后天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感谢观看